马来西亚市场最好卖的 C-Segment 车站是哪一款? 就是 Honda Civic 啦 这款车刚刚在今年的2月推出了小改款的车型 在外观和配备上都有一定的改变和升级 那么你是不是对这款车很有兴趣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2020 Honda Civic 的优点以及缺点 虽然说是小改款 可是这个 2020 Honda Civic 它在空间上面还是有做出一些改进 在小改款之前的 Honda Civic 呢 马来西亚版本是不支援 64 一倍分离倾倒的 可是在这个小改款的身上呢 这个 64 分离一倍倾倒的功能就回来了 所以呢在你运载一些物体比较大的物件的时候呢 这个 64 分离一倍的倾倒就派上用场了 它让这个空间的运用更为灵活 除此以外呢 这个 2020 Honda Civic 的内部空间呢 其实也是在同级车里面 比较平衡的一个 它的宽度和长度其实都不错 只是在这个头部的空间 比较有压迫感一些 我相信呢用这个 Honda Civic 运载五个大人应该不是问题 另外呢它的尾箱空间达到了 519 公升 所以这款车呢不管你是单身人士或者是有家庭的人士 你要用它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Honda Civic 的内装呢也是我个人觉得比较不错的一环 因为 Honda Malaysia 在这种内装的细节上面其实它是比较有诚意的 例如说这个仪表 马来西亚版本啊不管你是买到 1.8 自然进气啊 还是你买到 1.5 Turbo 啊 其实全部都是数位化仪表 但是呢其实在这个泰国市场的 Honda Series 哦 你买的这个入门版本它是给你这个 Analog 的传统仪表 只有在顶级的版本才是数位化仪表 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我们的配备其实是稍微好一些的 再来呢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 2020 Honda Civic 的触屏主机 这个触屏主机呢我个人使用感受我觉得还不错 系统的流畅度也可以接受 重点是呢它直接支援这个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还有它的这个 USB 插槽设置非常的阴密 设计也很巧妙 如果在你连接手机的时候呢这个设计可以把你这个手机的 USB Cable 隐藏得非常好 让你的车子看起来不会太凌乱 而且呢 这一个主机呢 它的这个荧幕的这个 分辨率也好啊还是亮度也好都非常的足够 就算是在大太阳底下呢你去看这个荧幕 它也不会出现严重反光或者是看不清楚的情况 这个 Honda Civic 小改款呢 也是在这个安全配备上面做出了一点升级 首先不管你是买到1.5的哪一个版本都有 Honda Landwatch 的功能 也就是说在你打开这个左侧方向灯的时候 这个左侧后视机上面的镜头就会把路况传到这个车身中央的这个触屏足迹 让你看清楚 再来呢就是顶级版新增价了 Honda Sensing 主动安全配备 而且这个 Honda Sensing 主动安全配备呢是完整版的 也就是说除了这个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偏移辅助等等之外 它还包含了低速跟随系统 也就是说它可以很低的速度跟随前方的车辆 前方的车停它停 前方的车走它走 意思呢就是在你塞车的时候你可以完全解放你的双脚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提醒 这些功能只是一个辅助 所以你还是要依靠你的脚来控制油门和刹车哦 马来西亚版本的 Honda Civic 提供了两种引擎给你选择 一个是1.8的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 另外一个是1.5的 VTEC Turbo 引擎 在1.8的引擎上面呢最大马力是141PS 峰值扭力174Nm 0-100的加速10.4秒 至于 VTEC Turbo 的版本呢 最大马力173PS 峰值扭力220Nm 0-108.2秒 如果你在意这个性能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这个 VTEC Turbo 的版本 如果你只是日常代步的话 这个1.8的自然进气版本其实也是相当足够的 有两种引擎选择就可以照顾更多的消费者 不管你是有什么需求它都可以满足你 说完伦优点之后来说一说我觉得 Honda Civic 的缺点在哪里 Honda Civic 为了比较运动化的外观设计 所以采用了一个车身高度比较矮的设计 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 这样的高度对我们来说还是OK的 但是如果是对家里有长辈的驾驶者来说 可能就不是那么好了 因为矮车身对老人家并不是那么的友善 他们要上下车会比较辛苦 如果是平常呢就还OK 但是下雨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问题所在的 另外呢 车身的高度较矮也造成了这个车室空间的 头部压迫感比较重 如果你的后座层个身高不高的话还OK 但是如果像我这样身高180的 坐在后座做长途驾驶的话 那么我觉得我应该会很辛苦啦 中国的网友呢有一句话是 买本田就是 买发动机送车 其实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没有错 因为你看一下这个Honda Civic 1.8 自然进行进 141匹但是都有10.4秒的0到100加速成绩 可以看到Honda的引擎是多么出色 但是呢 Honda在这个车身的隔音上面呢可能就要多下一点点功夫 就是严格来说啊这个Honda Civic的车身隔音在同级车款里面 并不算差 但是也占不上优势 有时候啊这些胎噪声啊引擎的声浪啊 在你驾驶的时候你会发现 Civit还是比较明显的 再来呢就是下雨的时候 这个雨地打在车顶的回响也比较明显 虽然呢这些是可以事后去改良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如果Honda Malaysia 在这一方面再多下一些细节的话 我给予这个Honda Civic的整体评分应该会更高 我的总结 老实话 这个Honda Civic呢 并不是一辆十全十美的车 因为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十全十美的东西 至于Honda Civic为什么会那么好卖 很多人说是因为品牌 没有错因为现在Honda的这个粉丝其实还是很多的 加上呢这个Honda Civic 是Honda第一次在马来西亚推出涡轮增压的车款 所以以前的Vtech粉丝很自然的就会去捧场 另外呢还有一帮玩车的Gaki 他们看到哇日本的Nowsize Turbo 很自然的也会想去Try一Try 所以这帮人就构成了最主要购买Honda Civic的消费者 但是呢我们不能否认Honda Civic还是吸引到了另外一帮的消费者 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外形设计 它的配备它的空间 其实在同级的对手呢都是比较均衡的那一款 而这个呢也是我本身喜欢Honda Civic的原因 我喜欢的不是它的操控不是它的动力 而是它的均衡性 当然呢 Civic呢也是有它的缺点 至于你应不应该去选择这款车 就要去看 它的优点是不是你需要的 然后它的缺点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 如果可以的话 那么这台车其实就是你应该考虑的车款之一 至于这个操控表现 很多网络上的评价都说 Civit FT比起以前的Civit FT和Civit FT在操控表现方面 退付了不少 这一个我必须说是事实 可是呢这个Civit FT和Civit FT的悬吊真的太漂亮了 尤其是我自己开过一段时间的Civit FT 那个悬吊你一个人开的话还好 如果你在你的家人出门 一定会被控诉的哎哟这么这个 Suspension这样跳的 所以呢 Honda就在这一方面做出了一个调整 它让这个HondaCivit FT变得更为中庸 让它成为一辆可以家庭用的房车 可是操控表现方面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水准 我个人觉得有好有坏 就看你自己怎么去看这台车 最后就是这个VTEC Turbo啦 性能方面我们不能否认 目前马来西亚还在卖的C-Segment房车 HondaCivit的性能其实算是比较出色的那一款的 不过呢它跟这个正统的性能车相比其实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啦 所以中国人那句话啊 秒天秒地秒空气 其实只是开玩笑而已啦 各位千万不要当真哦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分享了我们对这个HondaCivit的看法 以及它的优点以及缺点 不知道在荧幕前面的你对这个HondaCivit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对 2020 HondaCivit的看法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